COVID-19新冠肺炎疫情爆發近三年來 終於有逐漸趨緩的跡象 作為公立醫院也是北台灣大基隆地區 重要的防疫專責醫院 衛福部基隆醫院特地發表 北海方舟COVID-19防疫即時雜跡 希望讓大家看見醫護人員 在防疫上的努力和酸甜苦辣 有在互相支持跟成長的 遇到困難的時候 其實大家是能夠去勇敢面對它 所以我覺得這兩年多來這樣子回顧 我覺得非常的感恩 就是我們醫院的團隊非常強 然後還有這個護理的人員 他們對這個專業 還有任務的一個臨時的指派 配合度相當的高 真的是人員就是 大家都在從這裡面都學到了 很多的一些相互合作跟應變機制 那只希望就是大家能夠平安的 好好的健康的呼吸者 然後一起走過一個都不能少 就是這樣 基隆醫院加油 一開始當然對我而言就是這個疾病是 因為是未知嘛 未知它就是一個恐懼 你的人性基本它就是會害怕 那因為我不是只有我自己這個生命 我已經有小孩 那有家庭有家人 所以對我而言我的考慮會很多 那一開始那種未知的話 我覺得我們在臨床上第一個能夠做的就是 我要加強我的專業指示 所以那時候就是院方也派了很多課給我們 讓我們理解說在這個位置的疾病狀況 目前我們知道我們可以做的事是什麼 所以那個時候我們就是對我們而言就是 我們每天一定要了解就是最新的現在的狀況是如何 然後晚上的那個陳時中部長的記者會 我們晚上回去一定都聽一次 那個東西可以讓我覺得說我很 我比較放心現在最新的發展是什麼 醫護也是人也有家庭和家人 也有和未知病毒對抗的害怕和恐懼 不管是在醫院收治感染病患 或是到萬里隔離檢疫所照顧病人 或是協助大型郵輪及學校和社區快篩站 進行快篩服務 只要上級下達各項防疫醫療工作指示 基東醫院一定由院長副院長 帶領醫護人員共同執行 使命必達 當那個時候就是因為 5月就是進入這個三級禁止全部了 所以你知道我們一大堆人 我記得那時候印象中就是 一大堆人就來便宜了 真的我沒想到有那麼多人 但我覺得是恐慌 也是害怕 所以那時候排泡就排泡還不夠 然後等著突然我們就拆檢了 這個是我 我跟副院長都輪流 我們要排班去拆檢 不是因為說我是院長副院長 不拆檢 我都有排 為什麼呢 管理階層 你院長下去 副院長下去了 其他醫師敢不排嗎 我的意思是說我們這邊應該跳下去 所以我們就在這邊做拆檢 情緒障礙的病人 他垂了衛生紙 另外還有另外一位也是 情緒也是很亂 那時候我跟護理科姚主任 甚至有想是不是要轉到桃療 桃療有這個收治精神病患的 就是精神狀況的特殊檢疫所 只有兩個房間 結果我打去的時候他們已經額滿了 我還想說這個是不是要去檢疫所再看一下 因為精神科 我個人是神經科啦 精神科的狀況 我自己也會覺得有一些危險 很多的時候病人真的要跳樓 要亂起來也是蠻可怕 那我們檢疫所目前就是 有衛生組、安全組 跟這個後勤組 但是衛生組已經業務很繁重了 如果遇到精神的狀況 我就可以想像 真的一個人就可以把檢疫所弄到亂七八糟 所以這是一個非常大的挑戰 那從早上、中午、下午 都在開訪一回 甚至連晚上都在視訊 那時候只要接到緊急命令 其實我們就要馬上的完成 有些時候只有半天 一天的時間就要完成規劃 例如去年在疫苗施打並不是那麼普遍 一接到說我們要去那個 基隆港屋大陸要設置疫苗站的時候 不到一天的時間 我們要進行感控、人員的安排 還好我們同事都非常的配合 所以馬上就一天可以打到上千個人的疫苗 我們總共在這三年大概一、兩萬個便當 幾乎十幾、十幾、應該有到十幾萬個飲料 不管他是直接打電話 還是直接就放在門口 這個給你們的防疫人員 我想我們社工就是在當中 我們就一直搬、一直搬 然後最遠甚至有到南部的水果農 他們那時候不是鳳梨嗎 從來以前醫院從來鳳梨進不來 但是那一次350箱的鳳梨 真的我們社工 我記得那個果農看到 我說你們就這幾個人 我們說醫院現在可以搬東西的 就是我們社工 所以我們九個人搬了那個果農在上面 他真的也對我們好 他說慢慢丟沒關係你們慢慢搬 大疫三年雖然終於看見疫情趨緩曙光 不過院長林慶豐還是提醒大家注意 更感謝基隆醫院所有醫護人員 和社會各界在疫情期間 對基隆醫院的支持、加油和鼓勵 記者吳俊松 基隆報導